媒体党主席蔡英文今天上午也就特别造访了英哥老街这个陶瓷老街 那么还特别选了对手朱立伦两个星期前才去过的工厂来学手拉胚 而且呢陪同拉票的人居然是朱立伦上个星期才去密会拔装的武党级英哥镇长苏友人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朱立伦回应说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啦他不会在意的 这是初学者首先第一次做对不对 哎呦真的好久蔡英文手拉胚处女秀但是手脚偏偏不听使唤NG连连 现在可以做逼桶吧蛮像蛋糕的 明明要拉杯子却变成蛋糕蔡英文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因为这间陶瓷工厂朱立伦两个星期前才来过还留下签上大名的作品 蔡英文后脚马上跟上抢票抢得凶 被蔡英文后来居上朱立伦可以轻松看待 但是这个画面可就让朱立伦尴尬了 因为上个星期才偷偷密会拔装的武党级英哥镇长苏友人 这回可是公开陪着对手蔡英文拉票还大声反对执政党的ECFA 你不要说这个民生工业不顾你钱只在顾说电子业或者其他行业 这个能赚钱的你要签的就签这个其实这个民生工业才是最重要 那会不会担心人家说这样好像是拔装失败 不会啦 我们应该我也没有拔任何装 我们只是说到各地去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拜访很多的朋友 那每一位朋友都有他的想法都会我们也都尊重他 但是我也是好朋友啊就像民进党内现在很多的立法委员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不承认自个拔装失败朱立伦转而向支持ECFA的人取暖 原来被民进党渲染或是误导的所谓17项的弱势产业没有一项开放 我们不要在政党恶斗 我们不要在意识形态 我们应该就是论事的 我们要问政府说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刻意的让利这些 那他的政治意图是什么 他现在的政治意图是什么 是不是世俗要影响我们国内的政治的生态跟民主的竞争 那对长期来讲是不是他对台湾的主权有不当的意图要吞并台湾 ECFA早收清单出炉 不止朝野炒炒闹闹 这把战火也烧到新北市的英伦大战 明镜新环齐郭升军台北报导 明镜新环齐郁